电动自行车的时速不得超过25公里,依法不必挂牌。 但是一旦被改装之后,时速往往超过了四五十公里,成为街头的不定时炸弹。 根据警政署的统计,全国今年上半年已经造成了842个人受伤,有两个人死亡。 这种车辆没有挂牌,一旦发生事故没有保险,以车追人要找肇事者也有难度。 交通部计划要修法纳管,以解决乱想。 这种外观像摩托车的电动自行车,因为归类为慢车,不必戴安全帽,即使是六七十岁的长辈也能轻易上手。 电动自行车单价不高,时速不超过二十五公里,但是它一旦违法改装后,速度往往超过四五十公里,但由于依法不必挂牌,照实后追查困难,成了街头的不定时炸弹。 基本上也没有办法说透过路口监视器来做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犯案的一个设案的一个追查。 这个是当然会比较容易造成这个治安的一个漏洞。 业者指出,短程市区移动,电动自行车交通费相对较少,续航力也不差,越来越多人买。 虽然未来纳管挂牌后可能要缴交相关归费,但安全及车祸事故的发生也比较有保障。 还是要有挂牌,要有一个体系,这样子在交通法治上比较好管理,这是必须要的。 电动自行车属于为挂牌的慢车,没有专责的单位来负责,改装无法可管。 交通部正计划修订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把它挂牌纳管。 不过却希望由地方政府来负责管理,但地方上认为挂牌考照的问题要先解决。 但交通部喊了很多年,要针对电动自行车修法挂牌纳管, 却还是卡在中央与地方对权责的归属没有共识, 也让电动自行车的乱象一年一年延续下去。 记者林建生,彰化报道。